大家好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给大家讲一题发生在日本的失踪案 与以往案件不同的是 这起案件发生在令和元年 也就是2019年离现在非常近 一位小学英年级女孩在一次集体露营活动中离奇失踪 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警方用了整整16天的时间 投入约1700人对失踪地点方圆8公里的区域进行彻底搜查 然而还是没有找到她 此案在日本颇为轰动 它就是小苍美孝失踪事件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小苍美孝 这年七岁 他是一名小学英年级的学生 他喜欢动物和唱歌 美孝一家有四口人 除了爸爸妈妈 美孝还有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姐姐 一家人生活在千叶县的成田市 他位于千叶县的北部 这里属于东京都市圈 最有名的就是成田国际机场 成田市的人口约为10万人 这里要提到一个节日 秋分节 秋分是24节期之一 在日本 秋分节是一个传统节日 人们会在这天庆祝风座 祭拜先祖 秋分节是日本的法定公共假期 这天通常会休假一天 2019年的秋分节是9月23日星期一 加上周末的两天常规休假 就形成了一个三天小长假 小苍美孝的母亲名叫智子 她曾在Instagram上加入了一个育儿群 群里大多是一些同龄孩子的家长 他们会时不时的在群里交流一些育儿心得 由于临近秋分节假期 育儿群中就有人提议 组织一场集体露营活动 母亲智子与群里的其他教长 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他们计划在秋分节三天小长假 带孩子们一起参加这次露营活动 经过商议 他们将活动的地点 定在了山梨县的一处营地 山梨县是本州岛中部地方一县 它位于小苍美孝一家所在的千叶县的西侧 在山梨县的东南部 有一个地方叫做道志村 这里有着成片成片的山林 山林中有小溪 河流和瀑布 风景十分秀丽 在道志村有一个叫做春庄的汽车露营地 该处免费对外开放 每到假期都会有不少人来这里露营 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喧嚣 近距离感受大自然 育儿群的人决定在这里举行露营活动 此次活动一共有七户家庭报名参加 其中包括五位父亲 七位母亲和十五位孩子 大家期盼着能度过一个愉快的露营假期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活动成员之一的七岁女孩小苍美孝 在离开营地后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奇失踪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2019年的9月21日 2019年的9月21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也是秋分节三天假期的第一天 一大早 参加露营活动的家庭纷纷出发了 美孝一家居住的成田市 距离本次活动的目的地道志村的距离为150公里 开车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这天小苍美孝的父亲有些工作上的事 因此母女三人在这天先行前往了目的地 父亲计划在处理完工作事务后 在第二天赶过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 母亲质子带着两个女儿 顺利来到了道志村的汽车露营地 他们与其他家庭一样在这里扎营 之后几家人在一起吃了天妇罗乔麦面 作为午餐 午餐过后 大人们在营地里喝着茶聊着天 有说有笑 孩子们则兴奋不已 他们在营地里尽情地玩耍着 接着 15个孩子中有12人跑出了营地 来到了营地附近的南部森林玩耍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营地在这个位置 南部森林在这个位置 两块区域离得并不远 有12个孩子在南部森林中玩耍 其中包括了小苍美孝和她的姐姐 玩了一段时间后 孩子们就从南部森林回到了营地 此时大人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巧克力香蕉甜点 孩子们吃得很开心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35分 孩子们吃完甜点后 有的人就留在了营地 其他又有9个孩子跑出营地玩了 这9个人中有小苍美孝的姐姐 由于小苍美孝吃甜点吃得慢 因此她没有赶上前面 跑出营地的9个小伙伴 过了5分钟 吃完零食的小苍美孝 也想跟姐姐和小伙伴们去玩 于是她就独自一个人 跑出营地 去追小伙伴们了 母亲质子看着美孝的背影离开 她觉得有不少孩子去玩了 刚才美孝也已经平安归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母亲质子就看着美孝 独自跑出了营地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是她看到女儿的最后一眼 在这之后 小苍美孝 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50分 这是孩子们离开营地的15分钟后 这时在营地的一位大人提出 孩子们在山林里玩 没有大人看着的话 还是有一些危险 营地里的其他大人们 听她这么一说 觉得有道理 于是有几位大人就起身去森林里找孩子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 大人们找了10分钟 便找到了孩子们 此时孩子们正在营地北部的一条小溪边玩耍 他们身旁的这条小溪水很浅 水流量也不大 看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几个大人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营地 回到营地后 他们清点了一下人数 意外的发现 少了一个人 缺少的人正是小藏美孝 母亲质子表示 刚才美孝去找小伙伴们了 然而美孝的姐姐表示 刚才吃完甜点离开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美孝 其他小伙伴也表示没有看到过她 这是营地的几个大人们 觉得美孝可能就在附近玩 于是有几个大人离开营地 去森林里找她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17分 刚才出去的几个大人们回来了 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圈 但是没有找到她 这时美孝的母亲质子有些担心了 营地的其他几个大人 也开始担心了起来 虽说美孝不是他们的孩子 但毕竟是一起出来的 他们也有责任 确保大家的安全 接着几个大人又分头出去找 他们用手机沟通最新情况 在营地的大人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把各个帐篷找了一下 到了下午4点35分 大人们再次把所有帐篷都找了一遍 然而没有什么发现 这时已经到了傍晚5点 天已经渐渐黑了 母亲质子觉得情况紧急 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向警方求助 接着她又打电话给了 陈田师的丈夫 并把情况告诉了她 几个大人们则继续在附近寻找 没有停止 时间来到了傍晚5点49分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出去寻找美孝的人 也回到了营地 大家点亮了灯光 用于照明 傍晚6点01分 山里县警方赶到了营地 他们在初步了解情况后 随机请求消防队的支援 此时营地中 除了看护的大人和孩子们外 其他人都去找美孝了 有一些人还开着车 去更远的地方寻找 很快消防队赶到 并加入了搜索队伍中 晚上8点 孩子们都已经在帐篷里睡着了 大人们则继续搜索着 直到晚上10点 考虑到晚上能见度低 在山中搜索 极易发生危险 于是警方跟消防队 结束了当天的搜索行动 凌晨1点30分 小苍美孝的父亲 带着几个朋友 从成田市赶到了道志村录营地 他不顾别人的劝阻 带着朋友们继续在山林中 寻找小苍美孝 搜索工作一直持续到3点 他们还是没能发现 已经失踪超过12小时的 小苍美孝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山里县警方 消防队和志愿者 共集约300人 以小苍美孝失踪的地点为中心 对方圆8公里的区域进行搜索 由于营地处在一片山林之中 周围还有许多未经开发的山区 因此搜救的难度很高 这次搜索行动 不仅出动了直升机 还加入了无人机 对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 进行了搜索 搜索行动一连持续了好几天 日本电视台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 在看到新闻后 自愿加入到搜索队伍中 在此期间 有一名男志愿者 从悬崖上不慎跌落 受了重伤 还有一名男志愿者 在山林里遇到了一头熊 并受到了攻击 他在逃跑时不慎摔倒 身负重伤 随后被消防直升机救出 警方在研究了 小苍美孝失踪的地点后 想起了2017年12月 发生在月前式的一起事件 一位男孩在停车场失踪后 警方经过9天的搜寻 怎么也找不到他 在男孩失踪的地点附近 有一条河 警方怀疑男孩 可能是掉入河中 并被河水冲走了 男孩的家人则觉得 他不是被河水冲走了 而是被陌生人带走了 警方只能从两个方向 开始调查 不久之后 果然有人在距离 男孩失踪几点 40公里外的河岸旁 发现了已经身亡的他 最终警方认定 男孩系一挽一水窒息 小苍美孝失踪的地点 可这起案件很像 旁边也有一条河 这条河有的地方深 有的地方浅 理论上 小苍美孝存在 掉入河中的可能 在河的下游 还有一座水坝 也许小苍美孝 掉入河中后 漂流到下游的水坝 随后沉入水底 警方随即派出 专业潜水员 沿着河流 以及水坝底部搜索 然而没有发现 9月30日 这是小苍美孝 失踪的第9天 社会各界都在 关心着小苍美孝的安危 母亲质子 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向公众说明情况 发布会上 质子公布了 女儿更多的信息 小苍美孝 出生于2012年5月13日 身高125公分 体重25公斤 失踪时 身穿蓝绿色格子 长袖上衣 蓝色牛仔裤 以及绿色运动鞋 母亲质子 向广大民众求助 希望有知情人士 可以提供线索 2019年第19号 强台风海贝斯 在10月初袭击了日本 这次台风威力巨大 它造成了日本 至少98人遇难 以及300多人受伤 海贝斯的到来 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受灾地区 包括山里县 当地河水泛滥 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山体滑坡 地门塌陷等灾害 这给搜寻小苍美孝的救援行动 带来了巨大困难 2019年10月6日 这是小苍美孝 失踪的第16天 在经过大规模的 搜索行动之后 依然没有找到它 如果小苍美孝 是在森林中遇险的 它就一定会 留下什么痕迹 然而诡异的是 搜索人员 不仅没有发现它 甚至没有发现 任何与之相关的 任何物品 警方认为 台风海贝斯 可能会给搜救人员 造成伤害 继续搜索的意义 已经不大 因此警方结束了 小苍美孝的 大规模搜索行动 转而进行 其他方面的调查 警方对当天 一起参加录音活动的人 进行逐一排查 在场的人 都很配合调查 他们大多 在小苍美孝 失踪的第一时间 就自发帮助寻找 经过排查 警方没有发现 他们任何的嫌疑 据了解 小苍美孝 是在下午3点40分 吃完甜点之后 独自离开营地的 大人们发现 小苍美孝 不见的时间 是下午4点 因此小苍美孝的 失踪时间 就是在3点40分 至4点 这短短的20分钟之内 我们来看地图 营地在这个位置 小伙伴们 在小溪边玩耍的区域 在这个位置 母亲质子曾表示 她最后一次 看到小苍美孝 是在这个位置 当时母亲质子 看见美孝 往西面的方向行走 从地图上看 如果想要到达小溪边 小伙伴们玩耍的区域 正确的走法 是走北面那条路 美孝向西走的 那条路是错误的 走那条路的话 就没法到达 小伙伴们的位置 实际上 营地附近 有三个可以玩水的地方 分别是1号区域 2号区域和3号区域 根据母亲质子的说法 小苍美孝走的方向 是无法到达1号区域的 她只能走到2号区域 或3号区域 如果她到达2号区域的话 是可以看到 1号区域玩耍的小伙伴们的 而如果她沿着路一直走 就会经过一座桥 接着 她就会离露营地 越来越远 这起事件中 除了母亲质子 没有其他人看见小苍美孝 因此她具体往哪里走了 没有定论 理论上 存在她在半路停下 然后改变性路的可能 警方经过大规模搜索后 也没有发现任何 与之相关的线索 渐渐地 她就成为了一起悬案 我们知道 参加露营活动的人 都是母亲质子 在育儿群里认识的 有网友观察到 质子在2018年10月16日 也就是在露营活动的一年前 就曾在Instagram上 发布了该印记的状况 可见质子曾经到过这个地方 她对这里的情况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参加这次活动的孩子 比大人多 因此有可能发生 大人照顾不过来孩子的情况 而质子在提前知晓的情况下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质子在女儿失踪期间 曾通过Instagram 发布了数条女儿失踪的消息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质子在消息的下方 加上了一些完全无关的标签 如玩具贵宾犬 修剪猫 修剪沙龙等等 这让网友看得一头雾水 后来才知道质子在成田市 经营着一家宠物店 他也经常在Instagram上 发一些宠物的照片 因此他加标签的行为 有为自己宠物商店 引流的嫌疑 10月15日 质子在网上 发布了一则筹款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 他提到筹款的用途 大致有以下几点 专业人员的搜索费用 找到后的治疗费用 重返社会的支持费用 他在声明的最后写道 很抱歉 我和小苍美孝 给大家带来了不便 你们的支持 小苍美孝会感受到 希望他能尽快安全地回来 他是一个善良 坚强和聪明的孩子 谢谢你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 除了继续寻找 我什么也做不了 筹款声明发出后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网友发现 帮助质子筹款的公司 有些可疑 这是一家主营宠物业务的公司 网友深入了解后 发现该公司的业务 不仅涉及宠物业 还涉及一些其他行业 网友发现筹款所用的网站 会恶意弹出广告 用于盈利 虽然对这次筹款的质疑声不断 然而小超美校的失踪消息 已经被媒体沸沸扬扬地报道 大家了解事件后 都纷纷对小女孩表示同情 并慷慨相助 10月21日下午3点筹款结束 在短短6天的时间 筹款的总金额 已经达到了117万5684日元 然而网友们 对于母亲质子的质疑 一直没有停止 他们质疑质子 为什么在小超美校失踪的9天后 才公布他的照片 面对质疑质子表示 当时他认为搜索队可以找到小超美校 所以他仅对志愿者和搜索队 公开了美校的面部头像 而没有向媒体公开 质子担心公布照片 会对女儿之后的生活有影响 通过母亲质子 最后目击美校行走的方向 他大致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 往北走 往西走 和往南走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实景图 这个方向是往南通往3号区域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往西过桥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往北 那是1号和2号区域的方向 如果小超美校往南走 那么他就会到达3号区域南部森林 这里离营地最近 如果他到了这里 大人们一定很容易发现 如果小超美校往北走 虽然他不能到达小伙伴们所在的1号区域 但是他可以到达2号区域 2号区域是可以看到1号区域的小伙伴的 那么还是下一种可能 就是小超美校沿着路一直走过桥 进入森林深处 他离开营地越来越远 然后迷路了 这条路很宽 汽车可以轻松通过 勇望于推测小超美校 可能是被人开车带离了现场 当天正值假期 有许多车辆在道治村出没 警方调出了失踪时间段内 该片区域所有的监控录像 并逐一排查 然而遗憾的是 附近区域的监控探头太少了 当天来往的车辆又多 因此他们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还有网友发现 在营地的不远处有一栋房子 每下会不会迷路走到那栋房子里去呢 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警方没有搜索这栋房子 后来警方有辟谣说 他们其实已经搜索过了 为了保护住户的隐私 因此不方便公开太多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 这栋房子很可疑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小苍美孝与之有任何关联 还有网友推测 小苍美孝可能遭到了 熊或其他野生动物的攻击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有志愿者 曾经在案发地附近遭到攻击 道治村附近 确实存在一些野生动物 有可能美孝迷路了 然后在森林中乱走 被野生动物攻击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因为如果小苍美孝遇到了野生动物 那么最终也会留下一些衣物 而实际情况是 什么也没有发现 时至今日 此案依然在调查之中 小苍美孝还没有被找到 母亲质子的Instagram账号 依然在更新中 她每天都在期盼 你要的归来 小苍美孝究竟去了哪里 她的失踪原因 是刚才提到的那些 还是存在别的什么可能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